他裡面講的話就有矛盾 他說泰國跟其他國家給予免簽的時候 別的國家也沒給泰國免簽 所以他是講說 泰國自己其實也是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那麼他就覺得 台灣也可以受到這樣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呢台灣人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尤其這是在台灣主動示善意給泰國 而且已經是超過一年以上的時間了 但泰國至今沒有給我們一個友善的回應 換來的呢 還是覺得這種好像你本來就應該你就活該 正因為泰國他其實早就看準了 為什麼我方急需想要擴展所謂的東南亞市場 還是為了要排斥路客 而減少觀光產業的損失 然而實質上來說 像張景森他所提出來一些資料跟數據 也完全是胡說八道 他說如果我們為了要增加一點點 這個簽收的費用 有可能會喪失100億台幣的這個觀光收入 那當人家問他這100億台幣怎麼來的呢 他其實自己也說不清楚 好 但是如果我們根據數據上來看 從2015年開始 當我們的路客減少之後 我國的觀光收集啊 它是每一年的逐線下降 2015年我們賺到143億的美金 2016下降成133億 到2017年降到只有123億 幾乎每一年都是幾百億台幣 在這樣子下降的速度 所以如果如他所言 所謂泰國的觀光客 真的能夠創造100億的收入嗎 其實在目前的實質上來看 是沒有這回事的 好 而如果再從數據上來看 從今年上半年 大陸的旅客觀光的數量 大約是110萬人 然後泰國呢 基本上只有19萬人次 所以你為了要去擁抱 這所謂幾個東南亞的國家 要嘛2萬的 要嘛3萬的 但是你卻放大了一個 龐大的大陸市場 這當然來說是非常不治的 而重要的是 從消費能力上比 非常多的業者 都統計告訴我們了 一名陸客他的消費能力 大約就會等於 3、4個東南亞的客人 所以即便東南亞他的客人 第一個 他的人次也不如大陸的多 第二個 他的消費能力也不如大陸來的多 所以當然這只是政府 為了要反中而造成的 無法對台灣也沒有太好的後果 MING PAO TORONTO